《静双城》其实是作者苍月《静》系列中的一部 故事并没有全部展开 后期的破军、龙战、龟虚和批天 气势磅礴、情节更是叹为观止 当一切归于平静 云荒大陆上的神全部被湮灭 只剩下人质的时代 而第一部只是一个开端 更多着重在空丧与娇人 联盟对抗兵族的铁血故事 其中穿插苏木与白银的感情戏 随人泪下 我们扒一扒剧中的女主角 娜生 杨志文饰演的娜生在剧中灵动可爱 有点婴儿肥的脸庞 更是让人觉得与原著中有几分神似 她本是一个通灵者 与神仙对话、与天地共鸣 最后为了爱情舍弃了这些神通 嫁给颜希成了海国第一皇后 看似美满幸福有了两个孩子 但她的一生却无法转时轮回 只能享受一世的光荣 若是当时她碰到颜希时 让她化身为女孩成为好闺蜜 可能对她的事业发展更为有利 如意夫人 王源可誓言 长相美貌的如素夫人 应该是娇人富国军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 用美人计来迷惑亲王获取情报 但身在曹银心在汉 每天看到自己的同类娇人被送往化生池 转化为人或化骨为猪 她的心在滴血 是富国的仇恨让她生存下来 忍受百般的凌辱 当获知苏木是海皇转世之后 她忠心耿耿 一心要护她周全 后来因形势所逼 娇人与空桑联盟对抗兵族 如意夫人的使命完成 身死相消 如意夫人的死一直是个谜 我们猜测 她很可能是被苏木的孪生兄弟苏诺所杀 我们等待电视剧的揭晓 听与萧 她是娇人 她的使命是设法卧底仇敌 空桑大将军西金的身边 偷师学艺 学习她的盖手工剑圣门绝技 以便传授给海国富国军的赶死队 但她却爱上了西金不能自拔 经常会在苏木与西金之间艰难抉择 还好她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死在空桑的怀中 听临死前得到空桑的表白 也算了了一桩心愿 总算自己的爱恋没有白费 而她的姐姐萧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背叛海国 我们猜测她可能是爱上了云幻 即使没有服用云幻的傀儡虫 对她也死心塌地忠心耿耿 便捷的事实让她最后被富国军处死 白云与幽黄 作为太子妃的唯一人选 又是剑圣尊冤的传人 前途无量 只可惜她碰到了不男不女的娇人苏木 从此命运轨迹发生巨大改变 成为无法转世的明领 游走在明界与人界的孤魂野鬼 虽然大结局时刻 孤身守护埃塔数十年 如白娘子一般 但她的许仙苏木早已化为灰烬 既未转世也未为佛 怎一个悲自了得 白云后来活着如同死去 生不如死 形同禽兽草木 她的内心在守护和等待什么 苏木化为潮汐 每年来一次 就如大一妈一般 也许白云有一天会醒悟 不再守着孤她 而是参禅悟道 成为云荒大陆上 最后一个飞升的仙人 或者前往归须 重塑转世的灵河 而她的同父异母妹幽黄 也爱上了苏木的孪生兄弟苏诺 身上的怨气和黑暗面急剧膨胀 在自杀苏木的战斗中 恍惚之间把苏木当成了苏诺 心思手软 结果被苏木斩杀 当然 剧中还有沐烟 雅然等女仙一样的角色 他们的故事如果展开 应该也一样精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